大家好 我是史坦 今期有屁就放的主角 就是Ginni Blackpink Ginni早前上傳在意大利旅遊和工作的Vlog 其中一個鏡頭輕輕帶到疑似吃電子煙 而影片裏面有其他人 應該是化妝時吃的 影片開始之前 麻煩大家訂一個 多多支持 雖然短短一個鏡頭 但事情已經被無限放大 首先網友就指 Ginni這件事已經不是普通吃煙那麼簡單 他犯了法 在非吸煙的範圍內竟然吸煙 然後延伸到一個韓國人在意大利的境內犯法 所以有很多網友就直接將這件事件 去意大利的韓國領事館查詢 要懲治這個韓國人 就算不懲治都一定要調查事件 而這個去信的行為 已經是燒到韓國的外交部 因為網友認為這件事簡直是不可謠書 向外交部告發Ginni 雖然影片已經被極速下架和修改 但Ginni在這段時間內並沒有正面回應網民 於是在短短的幾天內 就變成了粉絲大戰Haters的網絡大戰 而粉絲們為了維護自己的偶像 或是愛護偶像深切 就舉出有很多除了吃煙之外的可能性 譬如說是香氛減抹的設備 即是香氛棒 我相信這群粉絲都沒有惡意 只不過是希望幫偶像化解尷尬的局面 就是很可惜 被偶像極速打念 因為經理人公司是帶著Ginni的同意之下 就發出道歉聲明 證明自己是真的有吃煙 這個行為是不值得原諒的 而Ginni亦都親身 向當日在房間中受影響的人親身道歉 當然你打算出道歉聲明如美浪漠 傳媒或是Haters是不會放過你 直接將事情無限上綱 又說Black Plane或是女團的聲望 就一鋪清袋 向全世界展示了韓國人的低劣行為 甚至韓國某些知名頻道的達人 都出來痛批 Ginni的行為卑鄙 知法犯法 我心想 嘩 嘩 正所謂人怕出名的Ginni 首先 做得全球知名的藝人 一定要某程度上犧牲自由 而你的行為 就一定會受到公眾的監察和討論 但這件事 如果史坦不看新聞內聞的話 我以為Ginni是殺了人 或是在公眾地方吸毒或藏鞋 甚至Ginni已經成為某些事情的國際罪犯 而最好笑的是 無限上綱的內容 不止今次吸煙的行為 包括人格的謀殺 例如她平時穿這麼小衣 都知道不是什麼好女人 好女人怎會這麼性感 Ginni平時的風格就是露肉 露得肉的都是下三流的女人 食煙的行為是標準配套 還有很多留言 我就不讀出來 其實現在是2024年了 你猜是1954年嗎 食煙等同賤女人的行為 會不會太誇張 但首先我不會說藝人都需要有自由時間 或者藝人都需要有私人時間 為這些行為去開脫 但如果你的道德標準是說 作為公眾人物 小朋友見到你吸煙會帶壞他們的話 其實我覺得爸爸媽媽 甚至叔父伯兄弟吸煙 還會影響大一點 如果跳舞健身路多一點點腳 就說人話蕩腐的話 我就建議那些人夏天就盡量都不要出街了 萬一有些型男索女 在背心走出街 我怕你老公、你老婆 或者你本人 抵受不住這麼多誘惑 因為整個街都是人話蕩腐 鴨王 先離身 我本身是不吸煙的 對於室內吸煙的行為 我也不支持 但一件這麼芝麻豆腰的事 竟然可以擺上一個這麼嚴上的舞台 大哥 不是聖人才可以做藝人 如果他本身是聖人的話 那為什麼不直接做聖人呢 如果他是聖人的話 又為什麼要做藝人呢 留在這個塵世間 為什麼要飽受這麼多苦難呢 既然現在經紀人公司和Ginni 已經發了道歉的聲明 這件事都應該要完美落幕了 希望Black Plane或者Ginni本人 不要太受到這件事的影響 專心做好自己的表演 我是斯坦 訂閱我們頻道 除了有辟就放 討論成中熱話之外 還有很多影片 一定會適合你觀看 有旅遊 有吃東西 有打機 有生活 希望你也看了 我們下條片見 發声嘴巴 滾到樓邊 留在盡量 穆塞 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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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